這樣一樣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就是說用完全就是沒有錄製去寫 直接來寫 可是呢他的難度當然比較高遠 對一般可能同學如果對那個 迴旅圈比較不熟悉的就會產生問題 那這一段的話我們來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東西先清空好了 裡面東西先把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然後再來 這一段 這邊按Tab好了 他這個做法是怎樣 先油標 放這邊好了 這中段點 比如說第一個 第一個是工作表迴旗圈 那一樣是以那個 第1計為中表 那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第一個先去撈第1 1也是一樣 S S是1到蓄點槓-1 主要是扣掉最後這個 就是1到3 對不對 1、2、3 然後 S等於1的時候 然後呢 再來就列 列的話呢是 第2列 因為 1月的話 每個月一定是從第2列 一直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特別注意 這邊多加了什麼 多加了一個 哪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是說這個S 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第1個 那就是第1個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 再來的話呢 J 最指的是 第1列 不是跟著講 第1籃 到哪一個工作表的 最後一籃 有沒有 To write 有沒有 哪一個 To write 的column 所以抓到的話應該是 我們總共有幾籃呢 總共有5籃 所以應該是抓到5 那範圍就確定了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先列 列的話抓到這個列 也應該是 31 然後呢 總共有5籃 接下來呢 特別注意 因為呢 我要把什麼 把 第1季 這邊第1季的 IJ值 就是我抓到的那個儲存格 那他一定是從 最 左 一直往右 一直抓 先抓一筆 再抓第2筆 再抓第3筆 抓到哪邊呢 抓到 前面 第4季 當然我這邊直接寫個4啦 你可以改成第1季 的哪一個呢 第R列 I 加 R列 R的話指的是什麼 將來 如果 預設值它裡面是沒有 所以會從 從頭開始 比如說它是第2列 那他就放在第2列的 一樣的位置 所以呢 1月份沒什麼差別 可是2月 3月就有差了 2月3月就要往下 所以 在 藍列 一個月處理完之後的最下面 我必須把這個R怎麼樣 加上 什麼呢 這個 工作表 總共有幾列 但是要減1 為什麼要減1 因為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標題 列 那一列要減掉 不然沒有減掉 它會變成多一個 OK 然後呢 這個R就會增加 所以關鍵應該在哪裡 關鍵應該在這裡 這個東西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了解的話 換下一個工作表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來跑 這個地方扣過來對不對 那 它是把 這個怎麼會 你看它格式沒清掉 所以這個 我把這個格式 全部再把它格式 改為通用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扣過來 就會是 第1 1月份的那個 第1個 第1個 有沒有 這個是第1個放 然後再來就是第1個 所以它的稅序是 先跑一列 有沒有 跑一列 然後呢 再跑下一列 有沒有 一列一列一列 全部 就這樣子 應該了解它的邏輯 然後一個月跑完之後的話 再來換下一個月 好下一個月 總共一 跑 這邊 好 往下一個 25 26 27 28 29 那就換下一 好 再來呢 它NAS 換到這邊 所以呢 這個藍列的回圈 列回圈跟藍回圈這個範圍 指的是一個月的 一個月